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欢迎收听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那首相慕尤丁呢 在今天下午三点的时候 就公布了新的经济振兴配套 不过在那之前呢 我们就看到 身为执政党的土团党啊 就率先给党内带来了一些好消息 那该党呢 给每个区部分发了四千令吉 以便协助党员度过行动管制令的期间 清体部副部长呢 万阿莫费沙 昨天呢就在脸书上透露了这个消息 并上载了总秘书 韩沙在努丁发出的通知信 这是执政党的优势 就是掌握政府资源嘛 是那么你的这个东西 你可以调配的资源就多了 且慢且慢不要误会 我不是说土团党使用政府的资源 让国库通党库 党库通党员 把政府的钱用在政党政治啊 这些党员的这个身上 不是这不对也不应该 那么相信从政40年的慕尤丁 他了解也明白这个道理 他也知道说目前的在野党 就是西蒙正在密切的监督国盟 尤其是慕尤丁的一举一动 一旦发现他有任何的这个失误 或者是过错的话将会提出来 要求纠正以及解释 那么慕尤丁和政府呢 是被盯得非常紧的那一种 相信不会使用国家的钱 来做政党的这个工作 那么好了 那些钱呢 必须要来自谁呢 他必须是要来自土团党自己 但是土团党如何筹集这笔钱呢 是党领袖自掏腰包 自己捐献出来吗 还是支持者或者是财团们的这些政治现金 或者是土团党真的是身材有道 懂得如何筹集累积这一笔资金 虽然土团党他成立才短短的四年 也就是从2016年9月7日创党 但是他们已经是两年的政府了 而且土团党生产出两位首相 就是马哈迪跟慕尤丁 土团党的班底呢 几乎都是巫统的班底 有浓浓的巫统银子 难怪有人会嘲讽说 土团党就是巫统2.0 好我们回来看一下 根据土著团党呢 总秘书寒沙在诺丁发出的这一个通知信呢 就是日期呢 就是3月26日发给了土团党的区部主席 妇女组的主席 还有青年团长的这个信件中就指出 每个区部的母体呢 将可以获得2000令吉 妇女组呢是1000令吉 还有青年团的1000令吉 所以总额就是刚刚提到的4000令吉了 那这个信件的内容也有指出说 首相也是党的主席慕尤丁呢 是基于体恤党员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进而需要救济 就决定呢 通过区部为党员提供一些援助 土团党呢 是全国性的政长 他在全马13个州 包括联邦支下去都有区部 比巫统还要威胁 因为巫统在沙拉越呢 是没有区部的 不过土团党有 目前土团党在全国呢 有189个区部 如果以每个区部获得4000令吉来计算的话呢 意味着这一项的决定呢 土团党必须要拿出75万6000令吉 坦白说 75万6000呢 并不是什么大数目 特别是对执政党来说 况且土团党 他现在执政四个州数 就是吉打霹雳 马六甲 还有柔佛 其中吉打跟霹雳呢 州务大神是由土团党的领袖来担任 他们不缺政府资源 只要数目不大的话都有办法去张罗到 领袖为呢 只要每人捐1万的话 76万的这个目标很容易 很快的就会达到 那另外呢 韩沙在努丁呢 就在信件中就建议各单位说吧 刚刚提到的4000令吉的拨款呢 就是分拆 让每个有援助需要的党员呢 说可以拿到价值50令吉的一个日用必需品 那他们呢就有建议说 购买的物资呢 就包括了5公斤的白米 1公斤的糖1公斤的面粉米粉一拖的鸡蛋 还有呢1公斤的食用油 那他也表示说 土团党总部呢 近日将会就此事联络各区部的主席 那么公开这个400令吉拨款的 4000令吉拨款的 这个阿末费杀呢 他除了是清底部副部长之外呢 也是土团党青年团的这个职位 他将在这一届的党选中呢 挑战现任的团长 就是有小鲜肉部长之称的塞沙迪 阿末费杀他曾经是塞沙迪的特别助理 当塞沙迪担任清底部长的时候 但是在喜莱登政变之后呢 阿末费杀呢就摇身一遍 从特别助理呢 一下子成为了清底部的副部长 反而他的前老板塞沙迪呢 现在则是反对的 那阿末费杀呢在贴文当中 也特别感谢慕尤丁接受呢 土团青的这个基层的建议 批准了有关的拨款 那他也呼吁呢 各区的青年团长呢 安排向总部领取呢 相关的这个援助 他说让我们放下党内的政治纷争 以这一个党员的福利为先 好那么塞沙迪他其实稍微纠正下 他不是反对党 是没有了官职的这个执政党 不过呢他在党内是属于马哈迪的阵营 而马哈迪跟慕尤丁呢 现在还是处在有对峙的那种情况 那么阿末费杀他是以上议员的身份 来担任副部长 因此呢 他被视为是土团青的这个后起之秀 获得慕尤丁的器重栽培 以及给予机会的年轻领袖 就如当年马哈迪给予塞沙迪机会 委任他为全马最年轻的部长 25岁就担任了青底部长 阿末费杀呢 同样的也是青年才俊的这个阶级 他是值得我们关注土团党的明日之心 关注过了这个土著团结党的一些内部消息之后呢 下一段回来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的 就是慕尤丁刚刚宣布的 2500亿令吉的经济阵型配套 不要走开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